请先打开档案总管 第二 找到自己的档案 找到之后 请快速点亮一下 就可以打开这个范例 所以麻烦请打开超市范例 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资料 通常呢 我们会有很重要的资料清理 必须要完成 我们先看看我们的资料 它的性质 通常我们拿到资料之外 我们会请对方提供易码簿 什么叫易码簿 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这是栏位名称 对不对 我现在把栏位名称选取起来了 然后复制 接下来到这个地方去做 滑鼠右键 请点这个选择性贴上 然后选值跟转置 确定它就变值得了 这个叫做栏名 接下来呢 我觉得至少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资料的属性 请问一下行ID它是什么属性 它是文字还是数据还是日期 它是文字 请问订单ID 它是文字 那这里面大部分通通都是文字 请问销售额是什么 数字 数量是数字 折扣是数字 利润是数字 所以这是你第一个 可能必须要知道的事情 所以请问一下 我们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栏的文字 跟四个数字栏位 数据分析是主要的重点 我们要做数据分析 你总要先知道 我到底要分析什么 所以记得你以后去调资料 你要先检查 你到底有几个数字栏位 好 所以我们在这边 是不是有四个数字栏位